青少年文學改編電影 一向都是荷里活熱門主題 最新就有這套移動城市致命引擎 千萬不要搞錯 它跟移動迷宮 或者刻意移動城堡 電影改編至同名小說 原著本身有四部曲 今次就將第一冊搬上大銀幕 改述21世紀 人類因濫用核能 而爆發戰爭的一千年後 人類頻隱滅絕 只好生活在一座座 適行適走的移動城市上面 四出手掛之源 大城市更加會攻略獵殺小城市 攝取小城的人力物力 可以說是一個貧者越貧 富者越富的殘酷世界 女主角凱斯特 意外被吸入世上最大的移動城市 倫敦 還遇上曉高韋榮飾演的殺武仇人 從而展開復仇之路 撞一下 問他為何他殺了我母親 世界觀這麼龐大 一定要有超班特技團隊支撐 今次電影 就由魔界導演比德傑黑心監製 特技方面 亦由魔界原班金像班底負責 看到這載由大齒輪 和蒸汽引擎組成適動的倫敦城 怎樣追殺獵食小城 就知道視覺特技有保證 一向鍾情奇幻史詩的比德傑黑心 其實早在2009年 已經想迫移動城市 不過當時他忙於拍攝哈比人三部曲 最終電影就交由 和他合作多年的視覺特技總監 兼入室弟子基斯頓為法執導 而比德自己就合死了劇本 導演亦都講明 電影呈現龐大的末日世界 靈感源自星球大戰 末日先鋒戰甲飛車 還有少少亨利波特的英靈尼 移動城市致命引擎 現已登陸HMVOD 立即點播 用大電視帶暗魔 感受頂級視覺特技打造 Steampunk 末日世界 HMVOD兩週年勁賞第一鏡 3月15至4月14日期間 所有新登記用戶 即送你HKTV Mall 50元購入優惠碼 現在iTunes用戶 訂閱6個月或12個月服務 任何省足高達480元 快點叫朋友一起登記免費使用 出發 出發 明天 借宴 開設